中国西汉张谦初始西域 搭建了一座沟通欧亚大陆的文化和商业交流的桥梁 从此黄沙大漠滔滔海江 沿着万里丝绸之路 原产于中国的茶叶 桃 梨 大豆等农作物种子 传播到世界各地 沿着陆地与海上丝绿 马铃薯 咖啡 草莓 欧洲真子 茉莉花等作物 也先后引众到中国 它们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遥远的西南边陲普尔市 人们在期盼中来到了十一月 在普尔不仅能喝到普尔茶 也能喝到正宗的咖啡 我们会来到市场 咖啡原产于东非埃塞俄比亚卡法地区 一百五十多年前 咖啡种植被西方传教士带入普尔 这里的人们就与咖啡有了不解之源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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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尔咖啡长群种 是阿拉比卡即小粒种咖啡 又称阿拉伯种咖啡 在普尔经过长期的栽培驯化变异而成 李光雄和丈夫胡锡翔是当地咖啡的农场主 色泽浓郁 体型饱满 是咖啡浆果成熟的标志 咖啡浆果需要人工一颗一颗采摘下来 这是耗时耗精力的工作 李光雄要亲自带着工人采摘 普尔氏海拔一千四百米 北回归线穿净而过 为低纬度中海拔 北边的无量山和埃劳山阻挡了南下的寒流 又滞留了丰沛的雨水 形成了南亚热带山地湿润季风气候 是世界公认的咖啡黄金种植袋 普尔咖啡多数值于海拔一千一百米左右的干热河谷地 若海拔太高 则胃酸 太低 则胃苦 2006年 美国特种咖啡协会 把普尔咖啡与哥伦比亚咖啡 连续三年的杯品比较结果公布 普尔咖啡的综合评分88.75分 哥伦比亚咖啡综合评分85.88分 普尔咖啡豆 七成 北星巴克 雀巢 麦斯威尔等咖啡巨头瓜分 普尔出口的咖啡占了云南省总出口量的77.8% 可以这样说 市面上所能买到的咖啡 绝大多数来自普尔 但普尔咖啡的名头并不为人所知 即便咖啡卖了出去 也没人知道这是普尔产的咖啡 作为咖啡的种植者 胡锡翔一直想改变这个局面 其实咖啡跟红酒是一样的 各自都有自己的风味和口感 犹如咖啡的指纹 要具备这样的品质 就要从咖啡的种植 采摘 餐厨 烘焙 每个细节上下功夫 这是胡锡翔新购的一台咖啡色选机 通过电脑选色 使咖啡果的橙色大大提高 分选出来的上等的咖啡果 放入发酵池中发酵 等到外面的果皮变软 便开始了咖啡果与咖啡豆之间的变换 胡锡翔正准备把发酵好的咖啡果 放入清洗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烘焙后的普尔咖啡色泽明亮干净 普尔咖啡冲泡后浓而不浦 香而不裂 在咖啡独有的香味之余 还带有天然回味冗长的果香 坚果 香蕉 苹果 每个人的感受不尽相同 胡锡翔和同事 也在用其他咖啡生豆处理方法 虽然处理方式更费时 但只有不断尝试 才能最大化地扩大咖啡本身的潜力 我就是经常给我采咖啡的人喝咖啡 主要就是让他们平常到自己的咖啡好 以不好的差别培养他们 举起这个爱好咖啡的这个兴器 提高这个咖啡肯定者 很少有人知道 中国也是世界咖啡豆产地之一 夜幕降临 滑灯初上 也许在街角的卯间咖啡馆里 你喝的咖啡正来自于云南普尔 真子 核桃 杏仁 妖果 被人称为世界四大坚果 中国原产真子叫做平真 主产地是我国东北地区 辽阳县地处辽西平原腹地 太子河浑河穿静而过 辽阳东部山区属长白山渔脉 当地人叫做东山 曼山真子树随处可见 七月进入盛夏三福 每到这个时节 李永来和其他山民一样 都会离开山脚下的村庄 到山上吃住 对于山里的人们 可以耕种的土地 每家也就四五亩 地里的活不够干 山上的收获成了山民们 主要的经济来源 李永来果园的真子树上 一粗粗嫩绿的果实压弯了枝条 种植的是辽阳大果真子 是辽阳山区种植面积最广的果树 它的名称就叫平欧大果真子 母本是欧洲 树本咱们是山人的 辽阳大果真子 全年休眠时间 可以达到两千个小时以上 无双期又能达到一百五十九天 真子树睡得好 真子生长时间长 辽阳享有大果真子之乡的生育 这就是我们山上留下的山真 这个山真自古以来 我们这山上就有 它这个真子比较早 它都脱落了 这跌有很多 这黄的都是山真 八月下旬 真子园中开始长满真魔 这是李永来和山民们 最高兴的季节 辽阳大果真子熟了 人还都挺薄嘛 这个是平欧大人的 它这一砸脚了之后 欧洲的火星大小没变 这个大 咱们山真子看寒给它提高了 要么欧洲这个真子 在咱们这种过不去冬 就正因为它冬天 就是搞顶上冻死了 鲜石大果真子是辽阳真龙最喜欢的吃法 此时大果真子 大果真子外壳 绿中微带有棕色 含油量低 果肉嫩脆 吃后口内流味醇香 来自不易 七年 再长成这样 再过十天 熟透的大果真子 果壳变硬 用手轻轻一摇 就会落满一顶 刚刚下树的大果真子 要赶紧剥皮 阳光下两三个小时 就可以露出金黄外壳 油亮圆润 辽阳大果真子 既有欧洲真子个头 又有平真细腻的口感 每百克蛋白质含量 大于等于18克 人体骨骼所需 钙磷元素含量 大于等于300毫克 辽阳山民 喜欢在家自制真子酱 对于都市的上班族 真子酱与面包片 是早餐省事好吃的办法 辽阳大果真子酱 真香浓郁 酱中所包含的油脂中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最多能达到9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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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收完真子 利用来迟迟没有回到山下的家中 这里有真子园 这是山里人的产业 也是不让自己老去的生活 西安 古称长安 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 杨茜家住西安城 每到深中季节 他都会开车 行走在大街小巷 为烘焙店配送这种现代都市人 非常喜欢的食材 冬日 西安的长安区 嫩绿的冬小麦覆盖着关中平原 北方乡村本该农闲的季节 长安区农户却进入一年最繁忙的时候 每天十点左右 随着气温的升高 农户就会掀开暖棚的薄膜 棚里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磕磕草莓娇艳惹人 棚内散发着浓浓的果香 杨燕来长安区种植草莓 已经有六个年头 与草莓为伴 是他追求的另一种生活 因为我自己喜欢吃草莓 所以我才慢慢开始种草莓 但是我原来吃草莓老在外面买 感觉的老不是那个味儿 不是小时候吃那个味儿 所以我就想尝试一下自己种草莓 想种出来我小时候自己吃草莓的那种味道 现代人工草莓栽培品种 基本属于凤梨草莓 起源于法国 距今仅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 凤梨草莓在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 长安区地处关中平原附近一秦岭 以秦岭逐己为天然屏障 为这里营造了特有的小气候环境 为生产优质精品草莓提供了优越的天然条件 长安是国际认可的草莓最佳生产区之一 长安草莓果皮色泽油亮 吻有浓郁草莓果香 而且每一百克草莓维生素C含量 大于75毫克 比普通草莓高25% 长安草莓从开花到成熟 需要30到40天 在暖棚种植深冬草莓 获得自然天成的甜与丰富的汁水 绝非易事 投查草莓采摘后 甜度就会逐渐下降 怎么保持草莓浆汁的甘甜 长安区的果农们各有绝招 杨燕也想尽了办法 草莓种好不容易 这都种了五年了 我觉得现在还没种好 就是每年都在摸索经验 杨燕用大棚里落地的草莓 和果园里自家种的蔬菜 加入黑糖调制的汁水 制作酵素 一年后 发酵好的酵素 稀释后 滴灌大棚里的草莓 尝试自家的草莓 能有更好的口感 现在冬季采摘长安草莓 已经成为西安市民 一项有趣的休闲游戏 杨燕喜欢将长安草莓切块 放入锅中熬制草莓酱 不需加糖 熬制成的草莓酱 既有鲜草莓的果香 又不是微甜 我就喜欢在地里待着 从它摘下去 然后到结果开花 长大 这一路都是我陪伴着它 长过来的 我觉得跟朋友一样 种植草莓给杨燕 带来了悠然与安逸 和志同道合的朋友 其实种草莓久了的人 最期待的还是培养出 属于自己的可新的草莓品种 在漫长的历史中 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类 在交流物质的同时 也带动了种子的旅行 有些农作物在引众到新的地区 却后来居上 每一个物种通过交流共享 开始繁衍不息 并成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在什么时节 到什么地方 吃什么 中国人有味觉 开启美学 时间的思考 万物的奥秘 就融合在家常的味道里 上下五千年 纵横百万里 风扇的人们调制出 无穷回味 多样的自然 塑造出万千生态 现在 让我们跨越山河历史 寻着农人的匠心指引 辩访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以原说谓 以谓探原 开始一次原味中国的奇妙旅程 崔庄是天津滨海新区 大港太平镇的一个村庄 崔庄人最金贵的 是千亩百年冬枣枣园 崔庄种植冬枣树 已经有1560年的历史 崔庄冬枣 也叫做大港冬枣 大港冬枣 是全国冬枣的祖根 大港冬枣既圆形 皮薄和小 细嫩多汁 甘甜清香 当地人叫做冰糖枣 崔庄村内仅存的 168棵百年冬枣树 恰好与崔庄村的168户人家 数量相同 百年枣树 对崔庄已经成了 对土地一种根的寄托 它们也将成为 未来都市的组成部分 沉雾还未散去 许仙林便和妻子赶往了田里 实至盛下 它们原来的稻田 却提前进入了收获的季节 因为我们那里海怕高 总水到三年两不熟 残量也非常低 那里空气 没得污染 山树有点多 家庭都不需要空调 八龙村位于重庆石柱县 石柱县坐落在乌山 大楼山山外 这里风坝交错 水源丰富 山间溪流 惠城龙河 仅峰都古城 惠入长江 自古以来 大山深处的石柱 交通闭塞 以种植稻米为生 然而 石柱县独特的水质 却非常适合一种 水生植物的生长 许仙林和妻子 正在采摘的这种水生植物 名叫纯菜 由水中碧螺春之称 中国人食用它的历史 有三千年 古石与松江炉鱼 焦白并列为 江南三大名菜 无人思乡之情 就被形容为纯炉之丝 摘取铜菜 从嫩精和叶背 会流出一层 晶莹剔透的透明胶状物 富含胶原蛋白 纯菜在南方山野 并不罕见 而能有这厚厚一层的胶质 才被食客视为水中仙草植物胎盘 这是一道重庆石柱农家剩下的印记菜 凉拌纯菜 纯菜本身没有味道 人们享受的是那圆融鲜滑的口感 但这并非是老许家的家常菜 因为70%到80%的10柱纯菜 都会外销出口 并在几个小时内运到目的地 以保持新鲜 纯菜现在是国家一级珍稀水生植物 它的稀有 在与其对生存的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 特别是对水质的要求 石柱水质水体溶解物杂质含量在8度左右 这是超级纯净水的标准 是直饮水的10倍 因此石柱成为纯菜生长的天堂 为了维持水体的清洁 纯菜种植不能施肥施药 虽然纯菜就生长在清浅的池塘中 却非唾手可得 纯菜外表裹着胶质 滑柳异常 躲在水下无意发现 这意味着所有的采摘只能依靠手工完成 看似轻松的一拨一摘 实则是个技术活 它的时候活度要大一点 要看得到 吃手气清晰冷不过来 活到给它一枣都看来 打也不要 只要能要 纯菜焦嫩 只能存放三天 而要品尝刚出水的味道 只在六小时之间 外面人想要吃到 还要经过一道工序 杀青 就是用高温进行杀菌 然后加入冷水 漂洗其中的杂质 紧紧锁住圆润滑嫩的口感 石柱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纯菜生产基地 如今摆上西南深山的农家饭桌 全类大山中未曾改变的涓涓气流 长宁县位于四川盆利南原 中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 使得这里全年温暖湿润 长宁县万岭 是世界上最大的竹林区 被称为蜀南竹海 四月 春雨让竹海变得潮湿而阴冷 但这在恒文友看来 却是他期盼了很久的事情 因为或许在这片广袤的竹海某处 一种稀有的野生食材正等待着他 这是一种寄生在枯竹根部的引花真菌 叫做竹海长裙竹孙 竹海长裙竹孙 只有在具有丰富腐植质的酸性竹林土壤中 才能存活 恒文友今天想在竹林中寻找的就是野生的长裙竹孙 但找到野生的长裙竹孙绝非意识 即便是熟悉竹林的当地人 想要找到他也只能靠运气 然而这一次运气没有站在恒文友这边 野生竹海长裙竹孙 自古就被视为真谣 是马汉全席中草八真之首 上世纪七十年代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曾品尝了竹海长裙竹孙烹制的竹孙芙蓉汤 从此竹海长裙竹孙身价猛涨 坦比黄金 大如今竹海长裙竹孙能在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之上 这离不开一个人的巨大贡献 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黄文培和丈夫生活在养老院 除了照顾丈夫 每天黄文培还要往返十几里的山路 去竹海里转一转 当年黄文培从四川省林业学校毕业后 分配在长宁县万岭南竹经营所工作 年复一年 他在长宁家喻户孝 被尊称为竹孙奶奶 我的竹海从五十年到今年已经六十二年了 我比较觉得年龄是好大多困难 可现在身边还可以 有得走路啊 就是思维啊 能够维持现在国际这个工作 鼠南竹海山地是典型的丹下地貌 海拔六百到一千米 就是住身的萝萝 人家小蛋蛋 它长大以后就用到个家 然后就开放 就出谷 珠海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四季分明 冬季很少在零摄氏度以下 夏季不超过三十摄氏度 空气相对湿度 常年都在83%以上 常年珠海正好满足长群竹孙生长的最佳环境这一要求 成熟的珠海长群竹孙 初夏到中秋才可以采摘到 珠海长群竹孙一般晴天清晨长出 一颗颗竹孙从破裂的淡皮中探出白嫩的小蛮腰 起菌冒出白色的裙边 在太阳出来之前徐徐张开 整个过程只有短短一个半小时左右 随着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均盖向下铺开 长群竹孙有了雪群仙子的美成 珠海长群竹孙短暂的经验 弥足珍贵 珠海长群竹孙并非只是物以稀为贵 主要是味道鲜美独特 营养丰富全面 长宁竹孙 一颗竹孙 其蛋白质含量是一枚鸡蛋的两倍 无论怎么煮 都能保持嫩脆鱼美 清爽可口 在没有冷藏设备时 长宁人做汤 放一两朵竹孙 汤就可以放两三天而不便胃 扛为初寻的姜 黃文培已經在珠海整整呆了六十多年 在這棟簡陋的研究所裡,黃文培呆了十四年 黃文培研發的人工培育珠海長巡竹孫技術 使得這種原本只存在於皇家盛宴中的真修 那激進消失的味道 在這個中國西南異域的小縣城裡 走上了百姓餐桌 北部灣海域的青州灣水域面積908.37平方公里 水深浪靜,青州灣的茅尾海內 一百多個大小不一的島嶼 層次錯落地散佈在縱橫十公里的海面上 使這一海域形成無數循環往復曲折多變的水道 這些水道被稱為基 廣西青州人稱為七十二基 這裡每到金丘都將迎來一場豪門聖殿 每年五月份,雨季帶來了沖沛的淡水 匯入青州灣的江水,使海水變得渾濁 海水溫度也回升到二十五度左右 這時到了大豪產暖的黃金時間 毛尾海沿岸的漁民加緊趕至水泥餅 這些水泥餅一個個沾在繩索上 它們將成為漁民採集蠔苗的採苗器 青州大豪,學名晉江牡蠣 因為個體大,肉體肥若豐滿,色澤乳白 被人們形象的叫做大豪 宗藝橋是當地採集蠔苗的能手 凌晨剛剛吵起,宗藝橋就出海了 因為我們這個塵排呢 它是需要跟進的潮水上來做的 你需要退潮之後落著牌面才能做 因為我們這個塵排是固定在海底下 如果是什麼漲潮呢,它淹沒,它就不能放了 因為下採苗器的時間有嚴格的要求 太早或太晚,復苗效果 都不理想 宗藝橋和經驗豐富的漁民 已摸出了一套經驗 從大豪大量排放精卵日算起 經過8到14天 會出現一次復苗高峰 怕要與潮水和時間賽跑 毛尾海 發言 天點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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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带着羊群赶到地势较高 气候凉爽的高山草店地带 作为他们的下营地 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 葛东荣一家随着羊走 一年搬家四次 羊群已经脱去了东伊纳梁渡夏 经过一冬 羊群全身披满绒毛 每年七月 这是采割羊毛的最佳时间 葛东荣是剪羊毛的好手 在他手下 机械剪灵活精准 剪过的毛茬平整 不仅不会重剪毛 剪完的羊毛套还非常完整 育固独牧民 人均纯收入的70%以上 来自细毛羊 这是他们家里的经济支柱 肃南高山细毛羊 是育固人精心的选择 相比普通山羊 性格温顺 被牧民称作懒羊 吃草时沿着一条线 不肯草根 不像山羊喜欢乱跑 吃草时连根都肯嚼 风一吹 草就飞了 十至五时 葛东融赶羊群 去百羊河喝水 葛东融所养的羊群 除了人为的处意防治 挤奶等工作外 几乎是处于半野生状态 在半干旱的草原之上 纯净的水源是最珍贵的东西 从冬季牧场转到夏季牧场 这是他们一年中最欢乐和舒心的季节 夏季也是玉谷族人亲朋好友 欢聚最多的季节 肃南高山系茅羊 制作的手把肉 是真诚好客的玉谷族人 招待客人的必备食物 玉谷族人煮手把肉的精髓 在于保持羊肉的原味 生火 架锅 甜水 放入切成段的肋排 汤慢慢沸腾时将浮沫捞出去 放入少许的盐 花椒和姜后 要做的就是等待 在高温的作用下 原本很淡的山气消失不见 零星的脂肪趋近融化 羊肉特有的鲜味 也被食盐激发出来 此时 羊肉颤巍巍地挂在羊骨上 手把肉的香气已四散各处 尤其因为没有加入多余的调味料 羊肉本身的味道得以保留 手把肉不油不腻 不着重味 却鲜香惊人 玉谷族有句俗话说 当我忘记了故乡的时候 故乡的语言我不会忘 当我忘记了故乡语言的时候 故乡的歌曲我不会忘 齐连山亦为天之山 来自古老的匈奴鱼 在齐连山腹地有目的玉谷族心中 齐连山自西向东 有十三座神山 他们相信每座山的神灵 在护佑人们的同时 也监督着人们的行为 天地之间的神灵 先辈们的亡灵 和他们这些生者 息息相通 相互依赖 从山那里 获得上天庇佑 获得智慧和力量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遗农则农 遗木则木 一方水土之所以能养育着人类 和亦于淹世而生的产业 他们与山水相伴而行 守护家园 是农人生存之本 自然赡养的生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让家乡的美味 成为永久的传奇